台東大學體育系師生一起幫台東大學 香海中心腳踏車進行一個年終的大檢修 邀請到單車駭客創辦人謝志忠 也是台東縣鐵人三項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到東大校本部 為體育系學生來分享單車的維修 有時候車子騎久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那個 可能你沒有經驗就是可能摔了車 然後後面會被鋼絲打到啪啪啪的聲音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測試啊 如果這樣子都很平素 就是會卡在最後一尺就表示 我用手去按那個後邊 仔細檢查保養 這些單車都是東大山海中心的單車 平常都是用於各種戶外課程教學上 東大體育系溫卓某主任 特地邀請了單車駭客的老闆謝志忠 來到東大校本部 為體育系的學生分享單車維修 以及現場食物教學 台廠它有一個涼規 其實比如說我這樣子扣上去 這樣子放下去的時候 它是可以完全到底 甚至還稍微輕微可以壓 我覺得腳踏車是一個很基本的工具 那每個人如果都有一些基本的機械概念 那以後騎乘的安全跟檢疫的維修 就可以靠自己 不一定要每次到車店去找車行 那如果有些來不及找車行 然後自己就沒有辦法檢測 可能會造成騎乘的危險 希望學生們可以在這次維修中 複習學習過的技能外 也透過與業者的交流 更加了解應該注意的維修細節 謝陳恩如 綜合報導